中国大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召开 香港媒体引述预算报告内容指出 大陆今年维稳费用预期为人民币7690亿8000万元 超过军费预算人民币7406亿2200万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早开幕 总理温家宝今早9点多 宣读他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大陆2012年把连续八年保八的经济成长率目标降到7.5% 今年再度设定为7.5% 专家分析大陆7%到8%经济成长区间将成为新常态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季祥4号表示 两岸镇积极筹备在台北举办乾隆文物展 预计今年秋季开展 他透露4月有望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 今早也在电视整理报道 关注 至少 新闻 出发 日程 低 的